韩媒报朝鲜翻脸内幕是有重大新进展蓬佩奥继续制裁美参议员,背后是中共,近日韩国媒体爆出内幕朝鲜利用四年时间,完成了在与中国接壤的瓷江道内连接主要军需工厂的地下坑道隐蔽洲际导弹的移动和发射。 朝鲜当局声称,最多七分钟内,可发射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导弹,对于朝鲜喉舌放狠话说,美国提出强盗是要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回击说继续制裁。 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7月8日表示,朝鲜放狠话的背后是中共,朝鲜当局认为,最多七分钟内,可发射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导弹,朝鲜四年建地下坑,到隐蔽洲际导弹的移动和发射。 7月6日,韩国媒体引述消息人称,朝鲜利用四年时间完成了连接瓷江大内,主要军需工厂的地下坑道消息人士说,坑道是为了隐蔽洲际导弹的移动和发射等相关举措。 5日朝鲜内部消息人士对北韩日报表示,2014年1月8日,金正恩国务委员,长相中央军需工业部第二军纪委员会,朝鲜人民军,人民保安省,瓷江道党委员会等相关负责人,下达了连接瓷江道内,各军需工厂地下通道的指令。 经过四年时间的建设,四月初进攻了据消息人士介绍,生化武器综合生产基地江界化工厂,第361号工厂,承干战线工厂承干第11号工厂,工人分厂,江界拖拉机厂,第26号军需工厂,江界综合机械厂第93号工厂等瓷江道内的主要工厂,用地道连接在一起了。 瓷江道位于朝鲜半岛北部,跟中国吉林省相邻,是朝鲜军需工厂密集的地区,瓷江道的90%是山区,所以朝鲜当局,把这里当作军事要塞发展了军需产业。 据消息人士介绍,连接军需工厂的地下坑道进攻之后,金委员长表示很满意,跟参与工程的人民军第七总局的第25旅指挥官和相关科技人员们,举行非正式庆功会,并集体合影留言了消息人士说, 此次军需工厂的地下坑道连接工程,是为了符合现代战争的要求,发展成为用军事科技,做好彻底准备的洲际导弹综合基地,完成能够应对敌人阴谋与挑衅的地下兵工厂。 也就是说为的是不受条件与环境影响,安全集结核弹头,发射体,移动式发射台等,据悉地下坑道进攻后朝鲜评价道,只要挡下了决心最高司令员同志金正恩下令3到7分钟内,就可以发射洲际导弹,也就是说可以在此将道随时随地秘密集结核移动核武器。 这说明朝鲜对人造卫星随时掌握导弹发射动向,并且受美国先发制人士打击等威,挟持非常警惕的态度,所以朝鲜当局采用各种措施,想把核物质和核武器隐蔽起来此前。 朝鲜高层消息人士也曾表示,朝鲜当局最近探讨了,把辞将道指定为先军阁,命特别地区的问题,并在制定相关的具体计划。 他认为朝鲜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制定彻底的体系管理和物质及武器,辞将道会成为普通百姓很难进入的地区。 星期天7月8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日韩外长会晤,朝鲜忽然变脸蓬佩奥言辞回应7月7日在蓬佩奥结束,跟朝鲜官员的两天谈判之后几个小时,朝鲜官媒引述朝鲜外交部官员说,此次谈判令人遗憾,指责美国提出强盗事要求,企图单方面强迫平壤。 放弃核武器项目朝鲜官媒称,会谈开启了一个危险的阶段,可能动摇我们曾经坚持的放弃核武的愿望。 针对朝鲜强盗的指责蓬佩奥说,如果那些要求是强盗行为,那么整个世界就是强盗。 因为联合国安理会一致投票,决定,对朝鲜那么做制裁美国参议员,中共是黑手美国political网站。 报道,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格雷厄姆告诉福克斯,我在这一切当中看到中共的黑手,我们在跟中共进行战斗,如果我是川普总统,我将不会让中共利用朝鲜在贸易争端上,击退我在贸易上,我们有比他们更多的弹药。 格雷厄姆说,朝鲜此次放狠话,发生在川普总统,对中共实施关税以及中共实施报复性关税。 一天之后川普,指责中共实施不公平贸易行为,他说这一切必须停止蓬佩奥继续制裁7月8日在亚洲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日韩外长举行联合记者会。 在东京与韩国及日本外长的联合记者会上,蓬佩奥说,虽然我们对谈判取得进展感到鼓舞,但这不是放松当前制裁措施的理由。 蓬佩奥说,自己在平壤为期两天的访问取得了进展,他介绍双方已经详细讨论了解除武装的时间表,包括销毁导弹发动机测试设施。 蓬佩奥说,这都是复杂的问题,我们几乎在所有的核心问题上都取得了进展,有些地方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他地方则还需要更多努力。 阿波罗网洋洋综合报道